宠臣皆始且离行 国法无私令必行 安德壤居今日起 大当敌愧 为民生 今天的咱们这段书 说的就是司马壤居 说提起司马壤居来 他不像孙子兵法呀 吴启呀 孙兵旁娟呢 好像得名声大 其实呢就是没人说他 如果您注意了 田壤居这人了过的 您要听三国演义 曹操八十三万人马 验长江 连营下寨 三百里 曹操八十三万人马 榨成百万之重 要过长江 灭东吴 得孙权的六军八十一军 同时捎带着江夏军 就把刘关张灭了 刘北刘玄转的军师 诸葛亮到了江东 跟江东的擎田薄鱼柱 驾孩子金梁 大都督周瑜周公锦 两个人 共同商议军机 定下了破槽之策 四十六两家联合破槽 这一串的计策 咱们大家都知道 诸葛亮不借东风 不能火烧战船 不能赤壁熬病 苦柔记不打黄盖 黄盖不限制炸祥书 砍作不过江 火烧战船 赤壁熬病也不能成功 所以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计策 缺一不可 赤壁之战 火烧战船最狠 不过连环纪 就是庞统庞士园 就这连环纪这么一线 八十三万人马 几乎全被烧尽 你要听这段书 庞士园过江线连环 当时曹操呢 正在气盛 曹操狂妄一级 曹操吃鹏 他就捧曹操 曹操带着庞统 去看这水汉马步军大营 八十三万人马大营 庞统骑着马 曹操骑着马 先看马步军大营 看完了之后 曹操得问 问庞统 讽图先生 您看我这大营 安得怎么样 那意思呢 就是你夸口我 庞统借这机会 就跟曹操说 说您这大营 安得太好了 一山棒林 前后相互 出入有门 进退有序 随孙无再生 朗居在世 也未必过此 今天咱们说这个 三国这几句 主要把这几句话 引出来 其实我看 庞统这几句话 说的也不太高明 说曹操安这营 一山棒林 前后相互 出入有门 进退有序 这没门 这兵从哪出来 从哪进去 曹操听得都高兴 听得后边两句 所以孙无再世 嚷鸡付出 也未必过此 说的是三维大军事家 孙子 吴起 孙无再世 嚷鸡付出 就是今天咱们说的田壤鸡 这田壤鸡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田壤鸡 哥现在说 山东人 山东齐国吗 在齐景宫下前 官拜司马之职 他官拜司马 他姓田 那么田壤鸡 为什么成名于天下 为什么曹操一听 把自己比成田壤鸡 非常高兴 壤鸡是一个大军事家 那么田壤鸡 由谁给举荐出来的呢 小丑子 燕英燕平仲 上回咱们说了 燕英二朝杀三世 利用俩头 把齐国的三个勇士杀了 为什么 因为三个勇士并不可怕 三个勇士跟坏人勾结在一起 这坏人叫梁秋军 梁秋军是朝中的宁臣 在朝中结党 外边利用这三个勇士 为什么要颠覆齐国 宰相燕英燕平仲 利用二朝 把这三个勇士杀了 齐警公就问他 你把他们三个人给杀了 可有意见 咱们将来齐国指望着谁 主公您别着急 我给您举荐一位 这位姓田叫田壤鸡 有什么能耐 能耐大 文能复国 武能御敌 说田壤鸡这人文能治国 武能安邦 这是我们说书常说的两句话 那么列国书就说他什么呢 文能复国 就是能治国 武能御敌 你谁来了 有我田长居在此 指挥兵家 就把你战败了 齐警公就问燕英啊 向国呀 其实有这么大本事 你为什么不早把他举荐了呀 齐警公很喜欢燕英 燕英也跟齐警公说实话 说主公我告诉你 说这人要处理做官 他得选择一个明智的君王 另外再看看这些徒僚 能不能跟我同在朝中为官 所以您听我说列国 我也是一边听一边学习 这两句话对我很有感触 就跟咱们现在工作一样 说我找工作 我看看我保的公司 我在这公司做什么工作 看这公司的董事长 是不是一位好人 他能不能把这公司搞起来 他能不能不违法 不乱计 能够使我们大家伙能富起来 我们这产品能出去 能享誉全国 享誉全世界 他能不能让我做他的家属 这是选择一位 影响共事的公司领导人 那么要选择同僚 跟我在一起这些同事 我一看这位挺奸 那位挺虚伪 那位一嘴瞎话 这公司您就别进去了 艳阳艳庭众实际上就是作话 说当初有这三九世霸主 逃中大全 您请人田壤居 田壤居不来 不能跟他们为伍 跟这样的浑任在一块当官 人家不干 我为什么把他给举荐给您 话谁明明说 说明您还是一个很好的君王 齐景宫点头 但是他不用 为什么呀 因为齐国以前从今发现个内乱 这内乱呢 是陈氏家族跟齐景宫 争夺齐国的权利 那么这田壤居呢 虽然叫田壤居 但是他是陈氏家族的一个支派 也属于这陈氏家族 所以齐景宫不言用他 不用不成了 三勇士死了 梁秋军也没辙了 没法利用了 你说这坏人他出去打仗去 他出去打人 出去骂人家 不去他把别人的骨头出来 这宁臣奸臣都在后边干这事 他不出面 这三勇士完了 他没法利用了 所以梁秋军暂时老实了 三个勇士死了 传到天下诸侯的耳朵里 都不怕齐国了 头一个发兵打齐国在这进国 人马已然打到了东俄 就是程晓金他们家 朝代不一样 我给您说这是地方 山东东俄 而且燕国在北边 已然打到齐国北边的边界 两个国家同时大兵压兵 齐警公没拙了 把燕英找来了 向我呀 请你分身受累 我给你点私之品 你到海边 把这个天上局给我请来 燕英很高兴 心说不挤的你不行 我说你不听 外边兵将一打来 你就听了 这样的燕英带着国军次的私之品 说什么样的私之品 反正那时候比较值钱的私之品 跟现在不一样 那时候没混访 那时候有什么我也不知道 拿着私之品 基本上都是原生带的 因为那时候科学还没怎么发达 带着私之品 带着品书 奉齐君之命 购奔海滨 就是海边上来请这天上局 天上局一看燕英来了 咱们书不说废话 点头应允 跟着燕英坐着车 来到京城 直接到宫中来见齐景公 燕英先进来 说天上局到了 赵 就是赵建 天上局迈步走进来 齐景公抬头这么一看 就爱上了 说天上局长得什么模样 我们说评书讲得开脸 你要看电视剧 这人一出来 这人就这模样 所以您听还是听评书 您琢磨 就跟我们说一美女似的 我老说的美女长得像林志玲 他有人喜欢林志玲 有人不喜欢 来一个抱抱 有人不喜欢 但有的人就喜欢 尤其男士特别喜欢 我问问问 好多女士都不太喜欢 这可能有点那个 咱们说不出来那个道理 是吧 天上局这人长得很中正 多大岁数四十开外 白净的面皮白中透黄 但是脸上有红光 眉长过目 二目带酒 什么酒 不是现在兴的这秦酒的酒 不是这个 这造字 是酒酒扭神的酒 眉毛很长 两只眼睛放光 酒酒扭神 二目带酒 高鼻梁四字方海口 三脚默然黑胡须 身穿周朝学子服 说周朝的学子服 不是说非得小孩才能穿的 就是念书的人都能穿 一身轻装 轻步 头巾 轻粗步的衣裳 宽领大秀 四朝一计 大耳相看 十分的精神 脉步走到齐景宫面前 草民 天壤去 寇见大王 汪帝一怕 徒府而见 齐景宫这人也很爱才 您说燕英长这么寒碜 但是 作为相国能帮助我治理国家 那齐景宫对燕英非常尊敬 起 君王没那么多话 就一句起 你就起来了 歇大王 天壤去望着一站 叶英在这也站着 齐景宫右手一指 坐吧 谢大王 这叫次座 天壤去望着一坐 有人献上茶来茶吧个人 那时候喝什么茶 齐国喝什么茶 我也不太知道 吃什么 可能招待的就是 煎饼卷大葱 因为那时候 齐国的这吃的比较好吃 齐鲁大地 吃什么好吃的东西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就知道 煎饼解大葱 三冬大葱特别好吃 招待 坐这聊天 坐这喝酒谈话 齐景宫问一 对答如流 问十 调调比较实力 谈的什么 兵输战策 治国知道 治国有相国 建英 我跟你谈的就是兵输战策 天壤去 以一对时 对答如流 齐景宫 非常高兴 马上拜位 将军之旨 赶紧跪岛在地 谢国大王 天壤去 寡人让你前来 因为现在 阉国寝入北边边境 晋国的人马已然打到东俄 我拜你为将军给你战车五百成 你立刻调动人马 望北出兵 战败晋国 战败燕国 你强大我们齐国 臣遵旨 这就等于把兵权给你了 五百成战车 现在说五百成战车不是个事 那时有十成战车可就了不得了 马上让燕英望霞布置 该谁去准备 冰车谁准备 粮草都有人准备 清完大王何时出兵 立即出兵 臣有一事相求 天两居将军情天 大王 臣本一草民 说我来的时候 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 出身一布衣 我就是普通奴义老百姓 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 护衣就是老百姓 您一下子把我提拔到将军 为什么 是为了我们齐国 但是 我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升到了将军之职 齐国军中的 所有的军事 所有的战事 没有佩服我 要让老百姓服从我的命令 来去保护我们齐国 请您给我派一名监军 哦 好啊 派什么人作为监军 主公 您派您一个宠臣 得到全国人的信任 全国的百姓都知道 您非常重视他 让他到我军中做监军 这样呢 我就可以放下传达命令 他等于带君王到我军中监事 齐警公明白了 天上街 从一个老百姓升到将军 带着五百姓战着出去打仗 谁听着的 让我派一监军 我喜欢的谁 宠臣 宠臣也是全臣 能够代表我说话 我特别喜欢的 老百姓也都知道 所以说宠爱的人 他能出去代表谁 那老百姓心中的我受 齐警公你听好啊 很高兴 来啊 给我传装骨 庄子的庄 村庄的庄 姓甲的甲 那时候念骨 您听我前面说过 赵氏锅图案骨 那字念骨 传装骨 时间不大 那是传家话 就装骨来到店上 寇见 走公 前让鸡 侧眼这么一条 这人长得细条身材 一看就机梁 白颈 漂亮 白脸台 尖下巴科 两道浓眉 一双大眼水 梁着的 高鼻梁 薄片的嘴 也就二十七八岁 挺年轻 头上戴着 叶白色的 扎金 那就跟天壤就不一样 天壤就戴着青布的 身上穿着叶白色的 绸装 妖精丝涛 漂亮 脸耳头不太好看 有道王后哨着 一看这人就能说 你说不能说 这齐景工能喜欢他吗 嘴甜 嘴甜人怎么回事 后边咱们中国人有句话 要辛苦 不是辛辛苦苦 是这儿苦 苦瓜吃多了 吃多了也坏事 吃一点能够去去热 去去毒什么的 这位上了 庄谷 拜见大王 庄谷啊 你看齐景工 马上就乐 庄谷啊 来 见过天壤之将军 哦 这庄谷呢 他是个小人 是个宁臣 是个宠臣 所以朝中有什么事 他都打听 没事一天到晚干嘛呢 他其实没什么事 放在家中上网 得查着动静 我应当怎么下刀 我应当怎么说话 我应当怎么投机取巧 他就装干这个 他知道田壤之将军来了 来了就变成将军 心里不服 啊 哼 田将军 您好 中国外界 中国啊 今天把你叫来 现在你也知道 晋国的兵将 燕国的兵将 要侵犯我齐国 县国燕英 燕平仲 把田壤之将军 请来 我封他为将军之职 带兵要出去打仗了 但是我军中缺一个监军 能够带我炎而行 哼 装骨着高兴 那意思就是我了 那就请大王 传议吧 好吧 命你为监军 跟着田将军 往北出兵 给我战胜 晋国 战胜英国 保护我的齐国 立即出兵 田天使 高兴 我是监军 他是将军 听我的 表示自己忠心 当着齐警工的 冲着天壤机抱拳 田将军 何事出兵啊 魏国家 应该马上行动啊 好啊 明日五十 点将 我在将台等你 请将军 五十必到 马上出兵 好啊 那咱们 明天 圆门见 大王 微臣告辞了 田长军一看 监军都告辞了 我也告辞 臣告退 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田长军 来到军门 也就是叫军场 一看五百重战车排列好了 那时候打仗 不是马战 你要听三国演义 东汉演义 骑着马打仗 在战国时期 那时候都是战车 战车的上边 站着将军 有说见 有拿枪的 有拿到长矛的 两边战车相运 战车上 战车上的将军 俩人对答 是战车战 五百重战车 全都排好了 兵士 全都亏名甲量 在战车上一战 田长军再一看 相国真会办事 在我没来之前 已然调动好了粮草 粮草堆积如山 田长军很高兴 再往降台上一看 刀枪毙牌 京旗飘摆 正当中 正是元帅琐碎之位 登台阶 上了降台 虽然现在军王没传指 我是元帅 但是我是京中的主将 我是将军带着五百重战车 奉军王之命出去打仗 来啊 金上司 在 什么时辰 四十 好啊 立幕照影 刻漏提来 那么古时候没钟表 怎么计时的说五十 五十是几点呢 现在的十一点到一点 就是五十 说睡子午觉 老说夜里睡觉 其实中午这子午觉 这五十也很重要 你五十 眯正一小盹 这一下午都有精神 五十十一点到一点 就在圆门这儿 里边立起一块木头来 就借着太阳光的影一看 什么时辰就知道了 同时呢 在这立幕旁边 预备一刻漏 这刻漏是什么呢 也是计算时间的 啊 就这么一个壶 这壶里边装着水 这水有点哪流出来的 有点在底边这流出来 你好比这是壶 有点在底着往下流 那么它流了水以后 水面就往下降 水面这上呢 有一漏件 就三间耍 漏雨的一个漏 房子漏了那漏 叫漏件 它只是这刻度 就知道少什么终点了 所以镜中呢 也拿这计算终点 木立起来了 照这地上的影 咱们中国也成语 立木为信 就是立这个木头 克漏也准备好了 金正寺 在 已然快到五十了 监军何在 监军未曾来到 军门 好啊 你马上派人 到庄谷将军的府中 催促他 马上到军门 点兵派将 并发边界 顺利 这边 预备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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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 好啊